大家好 今天是7月15日 星期三 今天港股也是很波動 一開始已經是全日的最高位 高開的原因最主要是 大家看到美股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好像提到有些什麼 疫苗的進展是比較好的 但是這件事 其實過去這麼久以來 大家都不是未炒過 大家應該都對於這些消息 都已經沒有感覺 當然 你看到港股 高開完之後 很快都已經下來了 其實今天的市場 當然最終的時間 還可以升升三點 但是都是靠著騰訊 今天騰訊 某程度上都很淡淡自尊 雖然最大的星福藍酬 不是他 是新州 但問題是市場 很多的板塊 表現都比較失色 但是相比之下 騰訊又比較好些 所以大市 如果你是說恆子的話 大市的去向 暫時來說 還是反覆一點 因為其實今天的波幅 其實都不小 你想想市場 過了四百多點之後 曾經倒跌過一百八十點了 你想想 波動區間差不多六百點了 其實這陣子也是波幅比較大 只不過是因為市場 真的缺乏方向 所以現在大家 暫時 我覺得在策略上 特別是玩一些衍生工具 轉身要快 還有 可能都比較老套地說 順勢 因為你見過市場不對勁的時候 好倉要平 立刻要轉一班 但見過市場跌不下去 這陣子的時間 這陣子就平了 其實是這樣 因為現在 實在的走勢很短線 這句真 不如又說一下股份 其實今天 市場有很多話要說 如果今天講一些股份 表現去看的話 很多都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先說中芯 中芯 大家看到它的股價 放下去 明天它又回到A股會掛牌 很多的說法都說 明天它開創版那一隻 上市的話 應該座底都會升三至四倍 你以回到二十多元的招股價 即是說 第一天的時間 有機會去到一百元樓上 真的不出氣 但是 你說 是不是意味著 香港這一隻會做得比較好呢 記住一件事 現在我們說香港的股份也好 內地的A股也好 內地的A股也好 是不能夠互通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比如說 拿著香港這邊的股份 你不能拿上去內地買的 反過來 內地的A股 是不能拿回來香港買的 所以簡單來說 這個是兩個市場 但是 A股那邊一定是喪炒這些股份的 但是 是不是這麼瘋狂呢 明天就會知道 只不過 香港這一邊 你不要太過 覺得 如果A股升得厲害的時間 我們這一邊 都會跟著 升那麼多 因為 記住 香港這一邊的投資者 都不是 全部都是老散 而且 真的不是全部都可以炒 都是基本面 所以 雖然有筆水 這麼多 但是 它的價格 好像爆升那麼多 遠超 基本因素 的情況 應該不會 而且時間也難不妨 就是假設 炒不太厲害的時間 會不會有機構 出來說幾句話 馬上會冷卻起 那個氣氛 還有 很多事情 其實 過了這一段的時候 我經常都說 中芯這些股份 是因為靠 叫做筆水 撐住 假設 當他們覺得 筆水那隻 都更好炒一點 而且香港這一隻 都炒得這麼貴 都不可能會非常高追 那會不會先沽貨 再去 再炒過 都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所以明天如果它的股價 即是你見到不對勁的話 要走貨 即是有沒有貨 也好 有貨的就要走了 沒有貨的 不要追著 因為這些股份 如果高追的話 一時之間 萬一它的價格 真的 因為我覺得它的價格 一定會很錯很錯很錯 明天的時間 特別是因為 方創辦第一天 是沒有漲停跌停 這件事 所以它的價格 一定會很波動 所以怎樣也好 大家明天看中心 要看A股的價格 如何走 但也真的建議大家 不要開口 真的不要開口 說完這一隻之後 不如又說另一隻 跟中心也有些關係 是什麼呢 叫做均實 均實 均實是177 今天也有些 A股市上市 好像是 A股市上市 A股市上市 A股市做得不錯的 但是均實的股市 今天是健康死的 今天也是 開出來之後 那股市不斷堆下去 跌了一成多 我有些擔心 其實是中心會出現這個狀況 即是當A股市 既然上市 很炒的時間 人們已經炒A股市 也不需要炒 你現在這一隻 因為 那時候 如果你要下來炒的話 反映就是 因為可能覺得 比較獨特一些 而且因為 我們沒有 所以他要炒的時間 就炒香港這一隻 但是當然有的時間 他們會選擇 所以呢 要留意 都是那些 有些沉 中心一會 五點半之後 都要留意一下 筆水是否已經就這樣 我覺得要看這件事 也要 另外有一隻 新故 叫做摩爾斯 叫摩爾斯 不要忘記了 但是 6969 為什麼想說這隻股份呢 這隻股份 可能我自己會 再花點時間去研究一下 因為 我只知道他做電子煙 還有 行業的增長 對於他來說 是厲害的 他業績過這三年的時間 每一年 都升了一倍 其實他增速上 是厲害的 但當然 為什麼會走得這麼快呢 簡單跟大家說 這個概念 很簡單 如果有些人以往的時間 吃煙 一支煙 就這樣 但是 有些人轉為電子煙 因為是否健康一點 我也不知道 因為本人是不吃煙的 但是 有些人轉為電子煙 但問題是 整個煙草的行業 其實它的增長 很慢 不過 由傳統的煙 轉為電子煙 這件事 可能煮的 百分比 其實 開始多 可以多 那你想想 這麼多的煙文 如果這樣轉的時間 自自然 做這些電子煙 這些工具 有些雙機 所以 你說它可以 還是不行 甚至乎 它那個業務 能夠保持高增長 如果可以的話 就很厲害 如果你保持 可能它的增長 是一倍以上的話 保持得住 其實很厲害 但是它的估值 不是便宜 不過當然 你也公平一點 它現在你說 有一個電子煙的概念 外面是沒有的 這間可以說 是第一間 所以 估值上 你很難 跟傳統的煙草公司 去比較 因為香港 有些跟煙草相關的 就是6055 即是中煙 但中煙 又比較多 一些沒有公司 住資的概念 所以 就變成 兩間公司 做的事情 有根本性的不同 沒得比較 這樣 說到這裏 不如跟大家說一些問題 我見到朋友問 朗亭 127年買買得過 其實這隻 我曾經有個貨 不過我之前都沽了 開了很久 我IPO抽回來 當時好像有三手 因為沒有我沽了 沒有特別的原因 純粹因為當時想說 組合的調配 跟他一起 其實這隻 我都要輸錢 但是 因為IPO抽回來 又不是多 我一直放在這裏 不管他 但是 如果現在這位買的話 你只是卸一件事 卸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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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機會有些比較好的表現 難的 因為酒店的範疇 或者是 去浪浪 浪浪酒店那間 即是尖沙座那間 你想想多部遊客 你看到市最新的公會出來的旅客數字 好像跌了九成 你想想多部遊客的時間 這些股份 怎麼頂 四斤 所以 其實現在 是不是買他們的時機 雖然可以留底 但是 疫情的影響 不是一時三刻 可以搞定的 所以我都不建議 你考慮著 那麼 861 真的 我不知道 我只是在LOW 看到有人推 我其實也不知道 哪些人推過 不過 我看到很多人問這隻股份 令我有點二 是不開心的 我覺得 真的 我不知道他們 因為我真的 完全沒有理過 那些人推這隻股份的原因 我完全沒有理過 是不是跟營喜事 跟其他事 我不知道 但是 總之跟大家說 就是 很多時候 大家聽很多提示 什麼都好 自己要過濾 自己真的要小心 不懂的話 或者你不懂這隻股份 買少許就算了 當抽獎就算了 心態上 當抽獎就算了 因為 有時候你真的不知道 我經常覺得 有什麼提示 或者說 一件十元 自己買吧 還跟你說 對不對 最好這些 你要問他 問他自己有沒有持有 最好 如果你有持有 其實有大量的 那些安心一點 大量沒有的 只有我說的 那你信不信 就是說 那幾件十元 你信不信 所以這些最好 問當時人 他自己沒有貨 那就最好 最公道 應該說這件事 最後是7500 那 不好意思 我沒有特別 看他那個走勢 所以不知道他跌 當時跌幾百零頂的時間 他自己不動 第一 是不是真的有什麼事 第二 是說 是不是有特別的 有什麼因素呢 這個真的不清楚 這個我也要再去看 不過 記住 記住 不過不是 你7500 都在追蹤著恆子 那這個 等我這幾天 我做觀察一下 觀察現象之後 就和人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好了 那沒有其他特別的 和大家 暫時分享一下 那好吧 今天就說到這裏 我們明天再見了 拜拜